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醋宝的羊问题 第一个醋宝说你看我这个11月份买回来的 今天第二回浇水 每天开窗通风 却还是谎一要掉一 醋宝你这个叫虎伪天明冬 对吧 它这个东西总体来说呢 它是洗洋的呀 尽量的还是能晒太阳 有的话说老花姨你不是说那耐阴吗 对对对它耐阴 老花姨你不是说它耐阴然后控水吗 是它耐阴控水 但是你不能使劲渴着它呀 关于浇水啊和光照 你也得来啊你不能光通风 光开窗 这不是啊 有的话如果掌握不好 我这个浇水你手头摸一摸 干不干 你抠进去摸干巴的牛浇呗 这是最简单的 我这个为什么黄叶 就是有点水肥不济的感觉 可以在原本的基础上 稍微多浇这么一点点水 你像这个虎伪天明冬 我就看了你这个花坟的话 应该家里边应该有低暖 或者之类的吧还是怎么着 如果说不是很冷的话 在五度以上的话呢 尽量的给住光照 如果在五度以下呢 你开窗通风 对它来说不是很哇塞 它五度以下 它也会掉一些一个叶片 明白吗 懂这个事就行 扣一扣盆土 干了该浇水浇水 来点肥料 尽量的给住光照 尽量的给住光照 像这么软 这个尖叶火头咋的了 叶子怎么还掉光了 茉莉需要光 没有光就别养着玩 一个是茉莉 一个是织织花 米兰 三脚门这些 如果说没有光就别玩了 好吧 还是为什么掉叶 还掉光了 需要光照 还有一个呢 一直跟花儿门说什么呢 茉莉很耐修剪 就是要剪 不剪的话呢 它就长得不茂盛 你剪了以后 它从旁边长侧芽 明白了吗 好几年不剪了吗 你这个 你不剪它怎么长侧芽 欲不拙而不成气 下个粗宝 米兰越长越小 枝条干枯 这是长的 这是缺肥了 这就是极度的缺肥了 这位臭宝 还有一个 你这个花盆啊 也不排水透气 就是我发现花儿门 你们自己看吧 就我们大坡里面 不论是贵的 便宜的话 我们基础要求 就是一定要排水透气 肥料该给的给 人们一天吃山顿 植物是一个月吃山顿 人家 你人家 十年 有的换肉都不用一次肥 相当于我大舅子 一百二十天不给它吃饭 是 它能捡垃圾 它能自我循环一下 一百二十天不一定能饿死 你说我大舅子 它能新鲜吗 长得 下个肉 一会儿白蓝花漆可以换盆吗 可以 可以换土吗 不可以 明白了吗 打个比方说 我老婆现在怀孕了 我可以换房子吗 可以 他可以换老公吗 不行 明白吗 下个肉堡 老师你好 吃完的十六子 种的这个十六叶尖发黄 干枯什么事 你给它拿出去 使劲赛 一会儿外边冷 冻死了 你动掉 动掉 叶子动掉 本来你这个叶子 你看十六在北方 它就是落叶子的 是不是 现在你这个叶子的叶脉发黄 这个是水大 通风叉 是不是 还有点缺光 明白了吗 加强光照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关注 老婆以后 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 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婆一 养花最转一 来了出发 哎 嘿嘿 嘿嘿